这一段时间 哈利王子在回忆录备胎里揭露的事情 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低调的英国王室家族被带上热搜 被哈利这么一折腾 好好的王室成员 一夜间仿佛都变成了真人秀明星 在新书中 哈利实在是曝光了太多的宫廷密文 三言两语都说不完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扎尔斯国王非常疼爱妻子卡米拉 得知哈利王子要出回忆录 他特意把儿子叫到跟前 叮嘱他千万不要在书中说妻子的坏话 否则不仅仅是儿子 还有他的妻子子女的王室头衔也会被收回 参加完女王的葬礼后 哈利夫妇就宣布要推出一部纪录片 也许是刚刚见过了父亲 他删除了纪录片中的很多内容 并没有提到卡米拉 不过他的回忆录早就写好了 有关卡米拉的部分 他可能没有来得及修改 提到继母 哈利毫不犹豫地说 他一开始并不喜欢她 还认为她会是一个邪恶的继母 这还只是开胃菜呢 他还提到 卡米拉在他搬出海格洛夫庄园时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把他原来的房间改成了更衣室 让他感到非常不满 媒体早就报道过这件事情 都是旧新闻了 下面的才是重点 提到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时 哈利称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压根没有同意 哈利提到 女王并不是唯一一个 对这桩婚姻 持怀疑态度的王室成员 她虽然点头了 但她并不想让儿子查尔斯 娶卡米拉 实际上 女王不喜欢卡米拉的传闻 之前已经是满天飞 现在哈利验证了人们的猜想 哈利还说道 父亲和卡米拉在策划婚礼的过程中 还遇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障碍 比方说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去世 正好撞上了国王的婚礼 尽管第二天就要结婚了 因为女王坚持要查尔斯 出席她的葬礼 她和卡米拉都出席了 另外 两个儿子在私底下 也劝说过父亲 不要娶卡米拉 不知道查尔斯国王 看到哈利攻击卡米拉 心里是什么感受 不过哈利接下来提到的事情 可更加劲爆 哈利王子离开英国王室后 查尔斯国王经常与威廉王子 一起执行公务 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 被人称为了王室四人组 尽管查尔斯威廉看上去 关系是如此和谐 哈利说 威廉和父亲的关系 实际上并不好 据美国周刊报道 哈利还写道 查尔斯三世的通讯团队 为了改善她和卡米拉的形象 曾一度捏造了 关于凯特王妃和她孩子的负面故事 威廉曾去找父亲对质 哈利说 哥哥非常生气 哈利称威廉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对我了 找到查尔斯时 哈利称爸爸心烦意乱 觉得威力多疑 他和威廉王子从记者那里得到了证据 证明是查尔斯的团队做的 但他们的父亲仍然在反驳 虽然与国王的谈话没有太多收获 但哈利王子说 这仍然是他和威廉王子关系的短暂胜利 因为他们再次表现得像一个团队 但哈利说 威廉氏亲王并不这么认为 除了提到查尔斯的团队编造和凯特有关的负面新闻 哈利还说 他的父亲和卡米拉让凯特王妃把名字都给改了 哈利王子说 当凯特林·米德尔顿加入王室时 他的父亲和继母卡米拉 希望他把名字从Catherine改成Catherine 哈利究竟要把嫂嫂整得多可怜 一下子说他被查尔斯的团队给陷害 一下子称父亲逼着他改名字 名字这东西受之于父母 不能随意修改 英国国王不会如此没有常识吧 夏洛特公主的名字是Karelot 名字里面也有C 为什么他没有改呢 在哈利的眼中 女王让卡米拉当王后 竟然是不喜欢她 哥哥威廉还和父亲不和 凯特王妃在王室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 哈利都写了些什么 他才是捏造事实的高手吧 最近哈利王子对他哥哥威廉王子的声讨 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他在自传中爆料 称2019年曾被威廉击倒在地 并导致背部受伤 而兄弟两人之所以发生肢体冲突 据称是因为梅根马克尔 虽然后来威廉跟哈利道歉了 但哈利最终还是泄露了他和哥哥之间的秘密 这让威廉感到非常愤怒 俗话说家仇可不外扬 但这起事件熟是熟非 目前仍无从定论 倒是两位王子的父亲查尔斯国王夹在其中 想必非常难受 据英媒地铁报1月5日报道 74岁的查尔斯国王在两个儿子打架风波过后 被拍到乘车外出兜风 但神情尽显落寞 看上去十分忧郁 据报道 查尔斯自从圣诞节后 就一直待在桑德林恶母宫 他在经过桑德林恶母宫大门时 匆匆地瞥了摄影师一眼 这也是国王在劫后首次公开露面 不过照片中的他眉头紧锁 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也难怪 此前哈利王子就在纪录片中 对王室大家指责 现在又在新书中继续攻击王室 这肯定让身为国王的查尔斯备受困扰 当然查尔斯国王为两个儿子烦心 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 据哈利王子在回忆录中透露 他的父亲曾在2021年4月 威利普亲王的葬礼结束后 请求他和威廉和解 哈利王子描述了三人试图修复破裂关系时 在弗洛格莫尔花园的秘密会面 但后来随着两兄弟之间的气氛变得激烈 这场本应富有成效的对话 很快就变了味 最后迫使他们的父亲不得不出面干预 当时的查尔斯站在哈利和威廉之间 对着他们说 求求孩子们 不要让我的最后几年痛苦了 38岁的苏塞克斯公爵回忆说 威廉有一次甚至以他们已故的母亲 丹安娜王妃启示 说他真的希望哈利幸福 但这反而让哈利很不高兴 因为他和威廉只有在极端危机时期 才会说出这种话 哈利说他不相信威廉是诚实的 他认为他的家人从一开始 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弃王室生活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 即使是那些神圣的话语 也不能让他自由 听起来 哈利很是憋屈的样子 但说实话 如果丹娜王妃还在世的话 身为母亲的他 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两个儿子大大出手 当被问及丹娜王妃 会如何看待他和哥哥威廉目前的关系时 哈利王子告诉早安美国的主持人 迈克尔·斯特拉汉 母亲可能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很难过 苏塞克斯公爵坦诚感受到了母亲的存在 他说这两年比过去30年都要强烈 并补充道 他会从长远来看 知道我们需要经历一些事情 来治愈我们的关系 然而业内人士很担心 在备胎出版后 威廉和哈利可能永远不会和解 因为这本书对威廉和他的妻子凯特王妃 都进行了尖锐的攻击 这对他们的影响比王室预期的还要糟糕 王室内部人士则告诉名利场杂志 现在威廉和哈利之间存在巨大的信任危机 威尔士亲王不会对哈利在备胎中提出的任何指控 发表评论或回应 他只希望安然地度过这一切 而英国独立电视台也发布了一段 对哈利王子最新的采访片段 哈利拒绝承诺参加未来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 并表示不太可能与英国的家人团聚 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完全不愿意和解 看来这段王室恩怨很难平息下来 查尔斯国王还得为俩儿子烦恼一阵子